在昨天晚上播出的演员的诞生中,张子一点评表演者柳妍的演出时,点出了柳妍在表演的时候一直没有让观众看清被打的脸,更是用犀利的话点评柳妍我觉得像是在听一个广播剧,而且还觉得柳妍和胡冰青没有把回家的诱惑中人物的内心情感表现出来,觉得他们的表演评但无味不够真实。 然后张子一开始回忆自已与巩俐在合作一季回忆录中打脸戏码,张子一回忆透露当时剧情发展到自己的角色小百合成名很快,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眼球,而巩俐在电影中饰演一位早已成名一季前辈,深夜到张子一的房间里面教训不懂规矩的她,张子一和巩俐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还互相讨论表演。 巩俐问张子一要不要来真的,要是不来真的,太假,到时候来来回回都不真实。 张子一回忆自己当时的状态,因为紧张全身都在发抖,连嘴唇眼睛都在发抖,那一大嘴巴糊得我,拍了七条还是八条,不记得了。 然后张子一还透露回家后,卸妆看到自己的脸上都被巩俐散出了掌印,还坦言虽然很辛苦,但是也感觉受益匪浅。 其实以前张子一在谈到一季回忆录时就透露,其实当时两个人决定这场戏真打脸时候,巩俐其实非常不忍心,还对张子一说她这妖嫂的脸自己下不去,手。 不过张子一为了表演顺利就让巩俐放心打,尽量做到最好就行,那样自己也能少挨打。 后来张子一还调侃巩俐说她手打,因为回家卸妆后看到自己脸上的掌印。